一花以世界,一夜以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突然觉得寂寞深入骨髓 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 心里有太多的放不下 生活中如意不如意的事情 还有那些忘不掉和不想忘的人 都在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缠绕着 无法入睡 不睡眠的人不会知道白天可以有说有笑 晚上还能睡个好觉是多大的幸福 一个好的睡眠不仅是能够帮助你赶走一天的疲劳 你的身体也会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而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 而看你的睡眠好不好 其实就是看你能不能一觉睡到天亮 我们常说一觉到天亮的人 往往睡眠的质量都很不错 那么那些半夜一到两点三点就醒了 再也睡不着的人是什么原因呢 一 半夜醒来睡不着的原因 睡眠多梦睡不踏实 相信是很多人都曾经遇到的情况 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 爆发这些情况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然而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 一旦半夜醒来 再也难以进入到甜美的梦想中 相信这是中老年人的痛病 现实生活中造成中老年人半夜醒来 睡不着的原因很多 不仅受到身体内部不适症状的影响 同时也有来自于外在情况 环境的影响 要想使中老年人的睡眠 保持高质量的状态 只有了解半夜醒来睡不着的真正原因 才能做好更准确的方式 改善这些情况 如果说我们经常在半夜两点就起来 并且再也没有办法 很好的入睡的话 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精神压力过大所致 这里的精神压力 主要可能就是工作上面的压力 以及生活上面的压力 如此大的压力 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的精神不稳的 并且很容易就会导致 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 精神过于兴奋的一个状态 这对睡觉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很容易就会导致我们的睡眠质量过差 很容易造成我们在凌晨两点钟的左右醒来 并且没有办法很好的心情休息 第二天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二 生活节奏不对 一部分中老年人依然活跃在职场上 甚至还承担着主要的职责 因此 他们在生活中的节奏 完全处于失衡的状态 熬夜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哪怕到了深夜时分 依然在浮岸奋鼻疾疏 这样的中老年人一旦生活节奏被打破 睡眠的质量势必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 激素分泌失衡 造成中老年人出现夜晚醒来后 无法再次进入到睡眠的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身体中内部激素失衡造成的 在夜晚睡觉时会出现失眠多梦等情况 造成了身体的不适 一旦当情绪过于亢奋时 哪怕是想再入睡也会非常困难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要想改变这些情况 使深夜的睡眠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 不妨从日常的生活作息入手 对于睡眠质量的改善会有很好的效果 四 肝脏的问题 本身夜间睡觉的时间 就是我们的肝脏进行休息和排毒的时间 但是若是肝脏的排毒功能受到阻碍之后 就会导致半夜醒来 所以说 若是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 还有一点 就是平时要多注意养肝护肝 睡觉之前切记过度饮酒 或者情绪太过激动 这些都会导致肝脏的修复和排毒的功能受到影响 而肠子以往这样下去 不仅仅是睡眠会受到影响 还有肝脏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若是肝脏经常因为睡眠不足而得不到修复和休息的话 肝功能就很容易衰弱 再加上若是肝脏的排毒功能不佳的话 也会导致肝脏中毒 所以说 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 一定要及时检查肝功能 保证肝脏的健康 身体就不会受到损伤 而本身凌晨两三点 若是经常醒来之后就睡不着之后 会影响我们整个身体的气血的恢复 这样长此以往 身体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 你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 一定不能大意 要及时调整 中老年人要想改变睡眠的治疗 在夜晚使睡眠处于高质量的状态 在白天可以适当地增加些运动 切记不要给身体过重的负担 运动一定要保证身体的各部分关节 不会受到磨损和伤害 适当的运动 可以让身体处于疲惫的状态 夜晚的睡眠质量相对也会更高 二 培养睡眠氛围 对中老年人来说 要想使睡眠的质量不断攀升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不管是从饮食 还是从日常习惯考虑 都需要多加注意 在夜晚入睡前 一定不要使自己的大脑 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中 可以对入睡前的氛围进行营造 从而给大脑提示 告诉大脑 即将要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从而减少兴奋细胞的形成 在营造氛围上 可以使室内的环境变得更加昏暗 也可以在睡前喝一杯热牛奶 对夜晚的睡眠质量 都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 三 晚饭控制摄入量 晚饭和夜晚的睡眠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如果晚饭数量过多 只会给肠胃增加压力 造成胃酸分泌过少 从而出现无法消化的情况 也会影响夜晚睡眠的质量 所以要想夜晚 睡眠的质量不受到影响 晚饭的用量 一定要尽量地控制 保持八分饱即可 四 避免生物中错乱 对中老年人来说 生活习惯和生物中的稳定运转 是非常关键的 这也是保证 他们稳定作息的关键 任何有外生物中稳定的行为 都要坚决地避免 尤其是在睡前 情绪波动过大 一定会对睡眠造成影响 因此在生物中的控制上 一定要更加地在意 五 缓解内心压力 对每个中老年人来说 要尽可能地缓解内心中的压力 只有这样 才能减少影响夜晚 睡眠质量的各种因素 内心的压力 不仅来自于自身 还有外界环境的影响 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只有逐项排除 才能使睡眠处于稳定的状态中 六 排除身体疾病的困扰 对于睡眠并不好的中老年人来说 要尽可能地排除身体中的其他病痛 任何小毛病的滋生 不仅会影响情绪 同时也会因为症状的产生 影响夜晚睡眠的质量 三 睡眠好身体好 睡眠就像海上一朵朵的浪花 又像是天空中那轮 皎洁的明月 将你一天的疲累提挡干净 睡眠是自然给予人最好的滋养 也是对抗苦恼的最佳治疗 如果因为心事太乱而失眠 不妨躺下来 慢慢地将心事梳理清楚 哪怕不能立刻入眠 也可以闭目养神 分享给大家一首小诗 来自洛丽塔 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 咳嗽 穷困和爱 你想隐瞒越欲盖迷章 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 身体 金钱和爱 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 时间 生命和爱 你想挽留却渐行渐远 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回忆的 灾难 死亡和爱 你想回忆 却苦不堪言 最后 愿长夜无梦 所有夜晚都可以安眠 人生路途遥远 有人陪伴在身边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先别忘记了